Hello 大家好 我是Insan 这位呢 是Hitsiko 然后今天呢 就简单来讲就是想要谈一下 鬼故事嘛 就是睡前不谈鬼嘛 然后自己也非常有荣幸的邀请到了Hitsiko本人 你这位在官方嘛 因为这个频道想要做一点三维的东西嘛 所以就有这个探鬼器 如果有好兄弟的话 或者一些灵界的朋友们 他就会亮一些东西啦 蓝色的能量就是冷的 红色能量就是热的 所以比较直观一点就是 冷的能量就是可能阿飘 冷的能量可能就是神明 因为很多人也误解 神庙就没有来这些阿飘 其实不是这样 反而更多 可能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这些回向力 所以自然的阿飘什么也是会进来庙的 那讲到鬼故事这边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阴阳眼的 只是我算是蓝色的 只是可能我这一生 从小到大会有分几个阶段 会有比较容易遇鬼的时候 灵异事件的时候 正常 红色的 那我就可能分享比较特别一点是 我在演员时期的时候 诶 你的意思呢? 有点太多 我们暂时给他 对不起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磁场 很容易遭到是吗? 可能这边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平息有就好 然后那时演员的时候呢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什么玄学的部分的 因为我很投入在演戏嘛 那我演的角色呢都是很苦情派 意思是讲你要很投入 你才可以维持到很像你一场戏 你要哭三个小时 这样你不可能只是靠自己的一些 不开心的回忆啊 你不开心的回忆 你哭哭一下哦 因为很多人的误解说 可能演戏 我们靠的只是演技 其实演技有包含很多的内心戏 是 我为了要更了解这个角色的背景 那我就要找寻他剧本以外的东西 一开始我是先写信给他 我写信给我的角色 因为我是写信给他 然后他会回复我的 他用他的方式来回复我 我就是透过这样子呢 来去更了解他的想法 那么我就慢慢慢慢这样做 我就越来越extreme 以前我没有认为是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我们现在开始探索玄学部分的时候 你回想去哦 你就会发现到 哇不对路哦 你这样子做 我从写信 我慢慢延伸到写日记 交换日记 我写我今天我的生活 然后他也会写他剧本里面的生活 慢慢慢慢很像 让他的这个人格 灵魂很具体化了 你知道吗 到过后我升级到 我跟他讲话 我录音的方式 我没有机器 没有机器 你有没有机器 等一下 就是我会跟他对话咯 晚月今天我怎样怎样 然后他就用他的语气来回复我 灵异事件就这样子慢慢的开始 我们讲我们演戏的时候 现场是很多众神的 所以我们片场为什么一定要先拜拜 才去拍 因为就像人一样 人都是喜欢看戏的嘛 那众神他们也会好奇 演戏咧 演什么啊 那么当时我很投入演戏 我不会管这种 不过我们去的地方呢 都是很像有一百年历史的那种地方 日战时期 所以就会去很阴的场所 那开始呢 有一场戏 有几个坏人要欺负我 我是晚月 结果那场戏的时候呢 我们的收音师就一直收到 不对的声音 整场戏就只有 导演可以有权力喊cut 可是当收音师讲cut的时候 就真的是收音有问题 他一cut他就讲 我就想我没有唱歌啊 怎么可能人家在演戏 有在那边唱歌 他说没事了 然后继续 然后又多一下子 你不要再唱歌了 而且大家要先科普的东西 像这种电影或者戏剧 当一个cut是拖累整个 整个戏 所以整个团队的时间 所以一个cut 我们演员也会很自责的 是 我们演员也会很自责的 你不可以随便讲cut 所以一讲cut 就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嘛 然后大家就开始 就有点怕怕了 因为一直听到 那个收音师就讲 他听到有人在唱民谣 我们那时候就赶快终止拍摄 大家就开始去拜拜 那时是傍晚时分 我们才想起那一天 我们忘记拜拜 结果开始拜了过后 还是有这个问题耶 可是就只有发生在 我以外的人 我自己没有听到任何东西 更严重是到隔天的时候 你记得我讲的那场戏 是在欺负我这个角色嘛 隔天欺负我的角色的那几个 他们都生病了 连收音师都生病了 可是我没有事 问了那几个生病的 原来他们当下也跟收音师一样 有听到我在唱歌 他们有看着我嘴巴 我没有发出声音 他们都是意识上是认为 我这边出来的声音 可是我现在这样回想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零啊 可能是真的是像我之前 我所做的那种投入的那种部分 我好像不小心找到一个零 或者说我塑造到一个零出来 其实当我们可能演戏的时候 还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低频嘛 可能有路过的好兄弟们 刚好这个很像我 所以他们就会连接你 一起来完成这个mission 当你想要自杀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是人嘛 我害怕我这样搞我怕怕 就是因为刚好有像所谓的好兄弟 sense到啊 哦你要了是吗 我就配合你一起演 所以是二合一才有这样的感觉的 有些是可能不怀好意 他可能想到你也跟我陪我一起 有些可能没有这个恶意 可是他的情绪也影响到你的情绪 然后讲到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也是还有延伸的 这部戏还没有拍完 我们演一部戏大概要三到四个月 连续剧嘛 在剧里面呢 有一个前辈 他是有灵异体质 他可以沟通 可是他看不到 有一次他就突然间打电话给我 我就很奇怪 因为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交集 嗯 因为哦 昨天我们拍摄到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在片场的后巷 我有听到一个人在唱民谣 然后他就走过去去尝试沟通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然后他这位灵说 他是我的婉月 不懂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生气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角色 因为他说我就是那个背后有纹身的那个女孩子 因为那时候我背后有纹身 他演的那个角色啊 那个婉月啊 可是他讲的东西跟剧本的东西不一样 我就觉得可能他是有一些东西是很像我的角色的遭遇 可是实质上不是他 可是我招到他过来 通常在这部戏里面 发生灵异事件也是我在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百年老屋里面拍 导演他们全部在外面 camera在外面 要演我们从这个屋子打开门走出来 然后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那种老房子 全部门窗都关完了 他是像一个电屋 可是他的电屋之间是可以互通的 旁边有一个门可以开 所以他这个门呢其实是半管的状态 里面没有风的状况之下 那个门是很solid的 直接打开到完 一点风都没有 里面是很闷热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完全就很想要冲出去 可是导演还没有喊action 我们只能够 做你的鸡皮革道呗 就只能够等导演讲action 我们就赶快故作镇定冲出去 然后我们三个演员就get到了 因为毕竟那个环境是这样 然后就讲到这里的话 没有太多恐怖的事件发生 演戏这三年以来 我每次都有抽离角色的问题 我不愿意放下嘛 这一部的角色是我最难放下的一部 所以我甚至愿意退出演艺圈 我不想再演戏了 我就是因为这部戏 我闻他的名字在我的头上 这个是乐 乐的变相的一个写法 然后你看啊 两个月合在一起是什么 朋友 对 因为我把他当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们现在分开了 我们永远都不会在一起了 这个也是我纪念他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很不愿意放下他 因为我们一演完 就等于我现在要死去一个朋友 这样他永远就不会出现了嘛 那时候其实我花很大的心力去放下他 不过我还有保留我写给他的日记啊 这个是就纪念一个朋友这样子 可是我有告诉我自己 让他走 让他走 所以等一下我要问你东西 我先讲完先 然后我到现在的时候我才发现到 原来当初我做的所有这些东西 我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讲的 就是在action之前 我有闭上眼睛 我有跟这个角色说 让我来呈现你的世界吧 就是我会好像是在招请他 可是其实我没有要招请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我想要好好把你的世界 呈现给大家看 可是你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很像是在招灵 是不是 而且我很像在塑造一个灵嘛 为什么我那么难抽离这个角色 除了是我自己本身 极端的投入方式之外呢 还有就是 可能我有不小心引到一些众生吧 我突然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歌星 圆圆明星人 像容易得忧郁症 其实很多人都误以为 说忧郁症是实体 就是物理的层面 其实也是有不能否认 但是它有一部分包括可能所谓的 玄学 我都是认为 像有精神疾病的朋友 都是玄学和物理都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有些是像 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一个道理 就是可能你是先有精神上的问题 然后过后你引来玄学的问题 或者是你有玄学问题 然后过后你又变成有精神的问题 对吗 对 我讲到这里 我就想问你 如果用你的能力来看的话 你认为这一个婉月他还在吗 已经十多年了 还在这个我的周围吗 可以说实话吗 可以啊可以这样啊 还在 所以我得到的信息就是 因为你cue到他 他来 Oliway有在现场听了 他的婉月这位朋友有在现场吗 就过来一下啦 就过来一下啦 我们可以认为说 我们人都有三魂七魄 这个是所谓的人魂 人魂 人魂 因为当你好像 因此安来到人间的时候 我是有三魂的状态 然后我死过后呢 有天魂、人魂跟地魂 我的天魂呢 会回去天界 然后我的人魂跟地魂 会去到地界 是 所谓的祖先派呢 还是有人魂在里面的 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的人魂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 仙姑的广播 他是说呢 三魂七魄 一个是下地府嘛 一个是在祖先派 一个是在祖先派 一个是在他的坟场 或者是灵骨 然后我有看到 很像我读一些灵性的书 他们的说法咧 我们这种像是灵魂的碎片 就很像如果这个人走了啦 你的灵魂是回归到 宇宙的那个地方嘛 可能再继续 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还是你在体验别的 这个人如果他执念越多的话 他留下来这个世间的灵魂碎片 就越强 所以当通灵师要通的时候 他是去抓这个灵魂碎片 来通 这个是宇宙观的那一边 这样子讲 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肯定会过来 他的人魂 就稍微他的碎片会过来听 是正常的啦 那我可以做什么 我说信息他是圆满了啦 他因为人魂还是就好像 我死过后可能我转世了 但是我的那一世的人魂 还是在那世的祖先牌的 所以还是有人会击败我 会催促很正常 他来的时候我刚才是 有用信念去跟他沟通啦 就是有谢谢他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虽然他的 我不要哭 虽然他的出现可能 让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演艺生活 因为我真的一直以为我会演到我老为止的 那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 结果我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我就放弃了 我不想再演戏 可是我还是想跟他讲 我很感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其实他有一点点我感受到啦 他有一点点也是抱歉啦 这是我们的缘分耶 我们今生有 诶 怎么我又看着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的地方是吗 不是在这边咧 因为我自然看的地方 可是我又觉得好像 是在这边吗 诶 真的耶 我就很自然看的地方 对对 因为我感受到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缘分 就来到这里认识啦 虽然是很短啦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起体验了很棒的一个回忆 可能没有那时的他 没有那个时候 就没有现在的我 对对对 是耶 就是他是吗 已经是100%离婚是吗 蛮大%已经是去了更好的地方了 这个人魂是吗 他为什么会存在是吗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期间 讲到他 有人记得他 如果有一天是吗 当全部人都忘记了他存在是吗 那个人魂的随便是吗 越回归越走 其实我有时很纠结一个问题耶 到底我们是应该要记得他们 还是不要记得呢 如果我们有这个执念的话 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圆满到整个走开 就100%去啊 对咯 所以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东西还是看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发菩提心 他可能会去更好的 是 所以不要执着 等下我们会发菩提心 是 谢谢 我小时候呢 有一段时期 是一直梦到一个小女孩 那个时候我很像是 在小学还是初中 我就一直梦一直梦 一样小女孩 然后在梦里面呢 她是一个短头发的 她都是在透过反射 让我看到她 比如我在梦里 我看一个CD盘 的CD盘就看到她在我这边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梦 是我在做功课 旁边有一个玻璃壁橱 我又走过去看到她 我先猜一下 那个小女孩是不是你自己 我猜这个小女孩是 因为过后我知道答案了 应该是答案 那个时候是七月普渡的时候 我们家里都会超度 我们的祖先 回向 回向嘛 写那个牌位 结果就看到这么有一个牌 是写五什么什么 就是感觉是我们的姓氏嘛 那我就问我妈妈 这个是谁 这个是你的姐姐 就是腰折 以前在肚子里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才懂 原来我有一个姐姐 而这个东西呢 是在我看到这个牌位之前 就一直反复让我梦到一个小女孩 可是当我知道有她的存在了之后 我再也没有梦过她 我觉得她可能只是想要让我知道 有她的存在而已 有可能 哈啰妹妹 对 还蛮温馨的 还蛮温馨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这样子而已 你要开这个吗 没有用到的这个东西 太乱了 现在还有在吗 现在很多 很多好兄弟 现在什么颜色 我想试一下这个东西 等一下 我试一下 什么颜色 红色 然后真的是 原来真的是 因为我刚才我就公请我的法主公来 然后真的是有 然后Olivia也看到 圆满圆满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Insert 谢谢 直观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生就好 都不要太低频啦 我们低频呢 就会迎来低频的灵门 我们高频呢 就会迎接一些高灵门 所以要低频还是高频 可能就由你们自己选择啦 肯定是要鼓励大家 多多的正能量 科学的镜头是玄学 可是在科学之前 它也是玄学 对 谢谢Hisiko的参与这次的睡前不谈对 谢谢 爱玩了我们学人很开心 晚约 拜拜 所以就该干 enough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一个影片要用三天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订阅频道 还有这个 拜拜 拜拜 拜拜